困秋乏下打盹 见冰就想冬眠 是不是啊 这什么节奏啊 怎么困成这样的啊 昨晚上熬夜了 喝哥几个喝点酒 还没缓过来呢 酒逢知己千杯少 但是喝完之后 你可别像大脸那哥们这样作妖啊 妈呀 这玻璃咋碎了 看不见吗 就那人咋的 这得多大的仇啊 拥有啥呀 谁知道啊 好像是因为一条狗 6月8号晚上8点来钟 然后我接到店员的电话 说店里被砸了 然后我就立马赶到现场 门窗所有的玻璃 只有一块是好的 剩下全坏 沙发皮袋 然后吧台 墙上有个洞 狗笼子也碎了 然后还有鱼缸 还有那个 我们一个风水金蝉也被砸碎了 还有空调有个大洞 赶紧报警吧 民警不一会就到了 赶紧调监控去抓人 用不着 砸店那大哥根本就没跑 稳稳当当的在店门口坐着呢 喝多了呀 可不嘛 先回派出左儿唠唠吧 为啥在人家宠物店耍酒疯啊 在监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名男子扛着一根木棒 直接朝店门口走来 朝店门砸去 接着从店门出来一名宠物店的员工 想阻拦他 但是该男子依旧 没有停止他的行为 在他的木棒断裂之后 他又从地上捡起几块砖头 直接朝店内扔去 这拦都拦不住 真是有仇啊 必须的呀 一看这大哥 老板果然认识 这个顾客是8月22号 在我们店买了一个黑色拉布拉多 1300还1400块钱 然后当时签约 跟顾客说的是呢 健康质保30天 但是这个小狗是在顾客手里养了 40天之后生病了 9月26号我去找他 我发现这个狗是一个病狗 去找他协商 但是他没有理会 只是说这个狗得这个病不好治 也没有处理 采取这个后续的这个什么售后啊 顾客问我们怎么办 我们说你去宠物医院治疗一下吧 因为小狗现在已经超出质保时间了 然后顾客当时就把我们拉黑了 就给狗那个及时的治疗 我花了5000多块钱 当天呢我喝了点酒 其次呢我回家以后 我就给狗喂药的同时 这个狗把我这个手咬了 所以说我这个看那个狗吧 特别的 我特别的气愤 所以我就去找这个店家去了 然后我随时在路边呢 就捡了个棒子 跟狗生气 就找宠物店发戏呀 这回别说人家陪他狗了 他还得陪人家损失呢 目前全主派出所已受案 之后等待店主配合进行估价 等待估价结果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那个那个团队 什么东西 我发现了